花莲施工所28号上午公开表扬了 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表现优异的7名同学 同时颁发出将近6万块钱的体育奖金 市长温家贤肯定花莲小将对体育的坚持和努力 也期盼未来他们可以披上国家战袍为国争光 花莲施工所来了7位运动小将 他们是在今年全中运当中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 其中包括了游泳、空手道、跆拳道等项目 28号上午在教练洪世洋、陈燕文的陪同之下 接受了市长魏家贤颁奖表扬 全中运的部分它的强度相对的是亚奥运项目 强度也相对比较高 我们特别要提到一个就是郑立伟同学 他也是非常优秀 那也破了整个全国的第一个大会记录 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孩子 虽然我们花莲的环境相较于西部、北部 训练的资源少了一些 但是我们这些孩子刻苦的训练 把自己的一个成绩能够突破以往 那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那我们希望用这样一个实质上的鼓励 这样每一个孩子在未来人生路途上面 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协助他们继续往前迈进 这些运动小将在全国的好手中脱颖而出 甚至打破了大会记录 但其实他们也不是一帆丰盛 更不是一步登天 在备战的过程当中经历了许多挫折 其实我这次全中运的前几天赛事都退步 然后甚至没有拿到奖牌 可是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有调整心情 然后好好准备下一场比赛 然后结果后面就有不一样的结果 对要设立阶段性的目标 然后想办法去达成这样 之前有一段时间因为怎么打比赛怎么都输 然后都没有赢 然后遇上了这个状况 然后呢就是继续坚持下去 然后努力练习 然后呢坚持到最后你一定可以得到好成绩 市长魏嘉贤 28号上午公开表扬这些在全中运当中 表现优异的七位同学 并且颁发出将近六万块钱的体育奖金 肯定华联小将对体育的坚持与努力 期盼未来能够披上国家战袍 为国争光 就学历琴华联市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